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庞蟹是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尤其一些生活在海边的小伙伴 肯定从小就没少吃螃蟹 但是可别小看了这种生物 它们在一些地区的生活链中 别说是天敌,就连竞争对手都找不到 比如说今天要介绍的这种 就是螃蟹中的佼佼者,澳洲红蟹 这种螃蟹行动迟缓,攻击力也不强 但在当地却真的是可以横着走的存在 就连当地居民见了都要绕着走 当然这也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处于政府的保护下 这些螃蟹才能这么有恃无恐 澳洲红蟹是当地一座岛屿上特有的物种 而且澳洲人基本上不吃螃蟹 所以这些小螃蟹就每天无忧无虑的繁衍生息 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每到繁殖的季节 它们会横穿小岛 到另外一边的海岸上缠乱 如果在这时候到岛上旅游 你会发现 浩浩荡荡的螃蟹大军 就像一张看不到头的红地毯 缓缓的在岸上挪动着 为了避免踩到螃蟹 每到它们繁衍的季节 只要看到这幅场景 当地人都会礼貌的绕开 不光当地人这样 就连澳洲政府都派出部队 在红蟹们的行军路径上 放上警示牌 在一些特殊六段 还修建了专供红蟹铜型的通道 原野望去就像一条红色长河一样 不得不说澳洲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 多多学习 对此你怎么看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